这就是铁木尔家族男性的灵情 这个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 就是铁木尔的这个灵情 家族的灵情 这个灵情是由这个铁木尔的孙子 铁木尔的孙子呢 叫做Mohamistam 这个人呢他见了他孙子见了 那他这个他孙子呢见这个这个灵情呢 他请了很多非常人的这个建议师来这边见 那这个他见了这一个灵情之后三年后呢 这一个他的这个孙子就去世了 所以他的孙子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在1502年就去世了 所以就把妈的尸骨放在这里 然后再三年后呢去世了 铁木尔也去世了 所以呢 那时候呢铁木尔原本不是要 他的尸骨不是原本要放在这里 而是呢要放在他的出生地 明天呢我们会去他的这个出生地 就是他的家乡叫做沙河绿沙日 明天会去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原本是要把他的尸骨放在他的出生地 可是呢因为那时候是冬天 下雨去 所以呢这个雪不盖在这山上的 是路况不好 所以呢没办法把他的尸骨放在那里 就把他的尸骨放在那里 放在这里 这个说到铁木尔呢 他本身呢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军人啊 所以呢他从小呢就在怎么样在这一个 他爸爸呢都是到处征战啊 所以他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所以他呢就知道怎么样如何去去跟人家打仗啊 如何成为一个军人啊 那等到他稍微长大了以后呢 他第一场战役呢 他呢就那时候还不是很大的关系 可能小拼 然后呢他就赢得这个去打赢了一场 就是赢了一个小的一个城市 所以呢这之后呢他就怎么样 慢慢的升官呢成为了一个将军 然后之后呢他就娶了一个蒙古的一个国王的这个女儿 那据这个史料来讲的话 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他是这个陈吉思汉的后代 可是实际上呢他那时候是娶了一个蒙古族的这个国王的女儿 那时候他们给他一个台头 很类似像当地的一个首长之类的一个台头 那实际上呢他的爸爸呢是从这个明天呢 我们要去的这个沙河律沙律这边诞生的 妈妈是从那个 呃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地方叫做布哈娃那边 所以呢在追究他的这个 这个嗯他的祖先的话 也是在这个区域这边长大的 所以他并不是这个陈吉思汉的后代 所以呢他们是这样 就是三号 哦三号 这三号就是我们说这个陈吉思汉的孙子 记不记得他孙子见的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早上的那个乌鲁贝克哦 然后这个陈吉思汉的孙子